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今天是1月3號 也是全新的一整年 在2020年取材的第一部影片 那我知道可能這部影片上了之後 已經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不過還是在這邊先跟大家祝福一下 就是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的2020都可以越來越好 今天很開心 受到了台灣虎航的邀請 還有K-Look的邀請 一起前往這個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就是首爾 這個國家我一度以為 我可能這輩子不會再去的 因為可能對它有一些靜定的意象 所以一直都不是排在我旅遊list 清單裡面的前三名 那這次還是很開心的有這個機會 台灣虎航跟K-Look 可以邀請我一起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那我們事不宜遲 今天要開始展開的是 一般的上班族不用請假 就可以去玩韓國旅遊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海灣虎航首航的時間 因為這次海灣虎航首航的時間 你就可以去韓國走 我跟你講韓國就是要走起來啦 不廢話多說了 不要再說你沒有時間去玩韓國了 我跟你講做台灣虎航就對了 走吧出發囉 那因為真的太忙了 那因為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就直接來機場換韓員 因為我身上也都沒有錢 我就直接來機場換錢吧 太好笑了 我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百萬富翁 你看這個幣這麼大 真的加起來也才5000多塊台幣而已 這個幣真的蠻特別的喔 隨時都可以當個百萬富翁 我覺得參與首航這種東西 真的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個概念 超多人的這一次 首航 謝謝你 這個一塊 謝謝 哇哇哇 這個 在台灣虎王上面 就有販售許多餐點 但是我覺得上面蠻厲害的是 它都有販售非常多台灣味的商品 比如說像是 還有油蔥雞飯 天啊 這次太激烈了 感覺都很好吃耶 餐點送上來 這一次點的是腿褲飯 那看起來有一點點重鹹 重口味路線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吃的這種腿褲肉 然後還有 滷豆干跟滷蛋 再配上了這次的蜂蜜果再吃 也是蠻可愛的 這個 小baby在喝的 這個 還有一個 這是甜點嘛 candy puppy 蠻不錯的一個套餐 當然我跟你講 如果你不想吃便當 你可以在上面的飛機上 點上一碗泡麵 我跟你講 齁齁齁 整個飛機都會變得超級香 y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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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人穿 那現在外面有一點點冷 因為它是負兩度 不過它在機場裡面有非常多的中央空調 所以是蠻溫暖的 我現在只穿了一件帽T就可以在這邊走 那美根穿的有一點誇張 她是穿了 這是跟棉被來穿 好 那我們先出關 現在已經凌晨一點半韓國時間 不過我覺得真的是蠻棒的 就是如果說一般上班族的話 你可以下班 然後直接搭了晚上10點的航班 抵達韓國 你就可以玩禮拜六 禮拜天 然後禮拜天的凌晨 再坐飛機回台灣 看是不是超級完美的 哇 韓國機場看起來也是非常的明亮 哇 是Blackpink 那我們這邊特別邀請另外一位YouTuber 嗨 美根 她也是主要是針對在生活美妝的部分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去訂閱一下她的頻道 那今天也很開心可以看到她一起跟我們走首爾的行程 她也是來過蠻多次的啦 也是一個 第三次 自由行第三次 老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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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出發吧 YEAH 我快睡著了 喔 對 現在時間是凌晨大概 韓國時間大概是兩點多 那我們現在 對我們現在坐車去我們東大門的Novato Hotel 其實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就是到東大門立刻去逛街 因為東大門那邊都開非常晚 24小時 因為那邊都是批貨的啊 所以行程都在批貨 我們今天先克制一點 明天再就是再好好的來走一些比較奇怪特別的行程 真的太累了 現在有一點想睡覺 走了走了 從出關之後就會看到後方 它有販售了非常多的票券 然後還有計程車 重點是在旁邊 深夜來到時候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它那邊也有坐凌晨深夜巴士的無人售票券 非常的方便 那這一次來到韓國就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興奮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新鮮感了 就是我之前太常去日本 太常去泰國 就很多都已經是 閉著眼睛都會走了你知道嗎 然後來到韓國就是哇 全新的體驗 全新的文字 全新的不一樣的機場 一出機場就真的 感受到兩度的感覺 負兩度喔 還不是兩度 超涼的 我好喜歡這種溫度就是乾冷 除了那一個人的車程 來到了我們今天住宿的飯店 啊 人到我臉都好痛 感覺蠻厲害的 在外面就好像有聖誕節 雖然聖誕節已經過了啦 可是它佈置的還是非常的有心 哇 這個飯店 這個房間很漂亮耶 我們大概來介紹一下 它非常大的一個 這應該是50吋吧 電視 然後一個非常鎖 GD還有我很喜歡後面 書法的感覺的一個壁貼 我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空間 廁所它是沒有門的 它就是做一個樓空的感覺 可是它裡面盥洗設備是乾濕分離的 就是你可以上廁所 然後這邊也可以沖澡 其實蠻方便的耶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附了非常多的 像是洗髮精啊 沐浴乳啊 牙刷樹枝這一些都有的 蠻不錯的 我喜歡 那這一間一個晚上 我看那個AGODA訂大概是 四千多塊一個晚上 這一間推薦給大家 登登 這一間漂亮 漂亮 漂亮 好累喔 好累喔 今天早上八點半要在Lobby集合 時間 可以睡覺的時間 其實剩不到四個小時 不過 韓國第一天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是蠻棒的 而且這個氣溫 負兩度的氣溫 我真的太愛了 我根本就是北國的人 我真的太想睡了 我們明天繼續聊 掰掰 那出口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上網吃到飽 那這次一樣 也有K-look訂購了 這次南韓的 上網吃到飽 而且五天才360塊 4G我覺得超划算 而且訂購完之後 直接拿的QR Code 在這裡 第一行下直接取件就可以了 超方便的 漢客很陶醉的跳舞 那南英島現在有一個Winter Wonder 完全是可以來這邊 再演一場冰雪奇緣 飛羽之芳 一想再有的 百貨 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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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一損 另一損 一損 一損 新鎖 一損 十一損 啥 總之 坐車坐了一個半小時 終於來到Roll Park 這個地方是 你可以坐鐵道 好冷 好冷好冷 這個是一個做一個鐵道的地方 然後你自己可以踩那個鐵道 可以去走整個鐵軌 然後去瀏覽它的風景 那這裡我覺得很像北京的那個巴達林 我想到北京 我想去北京喔 首先Roll Park進來非常可愛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很像尾圖書館的一個字眼階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像咖啡廳啊便利商店 然後還有Coffee Shop 因為等一下這邊逛完之後會去騎鐵道 去欣賞沿路的風景 然後下午的部分好像會去南伊島 沒有去過全部都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然後我看口氣 我看完全不知道韓文的謝謝跟誰要講什麼 就跟他說阿里卡托 我看真的一度要脫口講阿里卡托 看到了 看到了嗎 好這個是我在韓國的第一杯咖啡 我看在車上睡死喔 他睡死喔 我可以堅持喔 我對他旁邊 這是漢客 哈囉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早安 如果你有看馬丁的影片 就應該對他不陌生 你好 好啦我們都是日本化的 對韓國真的是蠻第一次來韓 對我們真的是第一次來韓 多多指教 那這裡的話他的咖啡的售價 大概是 Lotte大概是4500韓環 4500韓環大概11200韓環 但是齁這個咖啡 喝起來就是咖啡機煮出來的味道 就很一般 不用罷太大的期望 可是就是如果你想喝東西 真的是一個 可以讓你解咖啡飲的一個小地方 這個就是他們的車票 他有兩個人跟四個人一起的 好啦今天這一組呢 我們這個Team呢 就是有我們三個 有美根 後面非常忙的美根 還有我 然後還有Hank 一起要來真的踩腳踏車了 美根 快是一個鐵腿行程 這個 你也要好玩喔 腳踏車它是一個下坡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你就算不騎 它也會一直往下 然後 這邊是一個手煞車 在這邊可以做一個煞車的動作 然後Hank也是忍到臉都歪掉 嗨這是美根 我們今天是一個Team 要完成這個鐵道這裡 那這個速度好像是不是有一點快 好我們讓它慢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風景真的滿美的 真的很漂亮耶 車程呢大概騎了10分鐘左右 我們就來到了第一個山洞 然後第一個山洞裡面有一些燈飾跟裝飾 滿可愛的 我們來看看 然後這裡的氣溫其實真的有一點冷 所以你可以剛剛看到湖面其實有一些都已經慢慢的慢慢的在結冰了 然後我的臉已經慢慢的越來越僵硬 因為太冷講話有點緩慢 也因為神經失調 這個太有趣了 在第四個歲都變得來到夜店的感覺 這個列車的行程 時間大概20分鐘 然後你會感覺好像無止盡的一直要騎車 然後騎到20分鐘到四個山洞之後 就來到了我們今天的終點站 終於到了 我超想上廁所 而且他整個隧道是不能中途停下來的 你必須要一直往下騎 終於抵達終點了 比上一堂飛輪客還要累 剛剛走完一整個我覺得太冷了 然後耳朵超痛 我看到這個他路邊有個辣炒年糕跟魚板 立刻就來買一份 來吃吃看吃吃看 這是我在韓國第一次吃到辣炒年糕 大概80塊台幣左右 我來吃吃看 他有點辣 因為辣是後面才來的 可是就是很香 我覺得在這種很冷的天氣 真的是需要來一份 而且你看看他冒煙耶 展示一下 他有湯有怕他滴下來 他不會有湯啦 來來來來吃一份 吃嗎 滿辣的 冷的時候吃這個滿好的 對 真的很暖 我覺得很值得啦 這個在冷冷的天氣 應該要來吃一份辣炒年糕的 但是真的滿辣的 這個魚板啊 剛剛一直在前面給我在那邊 擺在年糕旁邊 反正我就很想吃 所以我又買了一份魚板 來吃吃看 而且我覺得他很棒的一點是 他有熱湯 是不是 嗯 他像Olan跟甜波辣的綜合版 沒有魚的味道 我可以吃 踩完腳踏車 現在要來坐小火車 小火車時間大概是15分鐘 就是可以省去剛剛 真的累得要死 然後可以吃個東西 然後來看看風景 那 來好好體驗吧 好啦我們來坐外面的風景 拍照也比較漂亮 很棒 這一個小火車的行程 大概開15到20分鐘 沿路可以看到非常多 非常漂亮的風景 那 這個好像是 他剛才說他是叫浪漫 什麼什麼線 我也聽不太清楚 不過我覺得這個 非常適合情侶來 因為 在很冷的天氣 是不是感覺想要 找一個人依靠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 熱戀的情侶來這裡就對了 太陽出來了 變得超溫暖的 然後這裡拍照怎麼拍都美 然後我們下了小火車之後 就去集合的地點囉 然後我們要去 喔 哇 大家看一下下面 OH MY GOD 這個 天啊 這個腳會軟 這根本就是泰國的那個 Mahana Khun的那個 Sky Sky War 每個人都超害怕 喔不行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體驗 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肯定要來的 可是保暖要做好 因為真的蠻冷的 所以可能要戴耳罩啊 手套啊 這些都一定不要忘了 不然你可能會冷死在車上 從那個剛剛鐵道之魚的地方走下來 我們大概開車開半個小時 就來到了我們今天要吃雞的地方 平常有在吃雞嗎 沒有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吃雞 好 來到吃雞的店 我進來就聞到濃濃的 很香的味道 這個真的是太不得了 我來看一下 這個太激烈了吧 對我這種試辣的人來講 他也是準備了一個 辣椒醬在旁邊 我再來看看 應該還好 沒辦法對焦 吃雞吃雞 就是還有生菜啊 然後還有豆瓣 還有泡菜 還有蘿蔔 都可以加 然後 我是走一個 擋烤米的路線 炒飯 炒飯在哪裡 最後點 我覺得它的青菜很清脆 對 好 而且它雞本來就下了非常大量的食材 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好吃 然後還有年糕 我最愛的糯米系列的東西 年糕啊 柜類的我都超喜歡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來嘗嘗看 好吃好吃 妹以為 吃完辣雞就沒事了對不對 你錯了 他還會幫你準備一個炒飯 然後可以搭配剛剛吃的那個料 然後把你加了辣醬 就來了成為韓式炒飯 超級可愛的 他用著一個愛心的造型 下次要教他挑戰米奇的臉 這個愛心對他有點太小case 我們要入睡罩囉 HANK 每一個 是一個K-POP 的隧道 好美喔 好美喔 我們還帶他 我們可以自己家 或者是你們要走 嘿 吃完飯之後 我就要來到南伊島了 南伊島這個地方 我看了一下車我非常興奮 就是看到上面的那個飛鎖 有沒有看到超級高 天啊這個 真的 可是今天 很可惜沒有時間 來到這個飛鎖 就是如果說 你們下次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自飛玩一下這個高空飛鎖 我真的超想要體驗的 那我們現在就坐船 我們要前往南伊島 聽說裡面是拍 冬季戀歌 2002年的偶像劇吧 冬季戀歌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有非常多的旅客 全部都會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坐南伊島的船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 船程大概十分鐘就到了南伊島 那以上來又是 又是輸啦 這個是韓國人這麼愛讀書 是不是 到處都輸 總是跟他那個Coffee Shop一樣 到處都是輸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 之前現在叫南伊島嘛 它就真的是一個島 你必須要坐船來 然後 這裡有非常多的造景 其實很可愛 你看整個南伊島 你會不會覺得很像是躺著的台灣地圖 小時候 國小科北斯比爾 感覺是這樣的台灣地圖 好了 接下來這一個 就是我覺得南伊島 看到這個最漂亮的松樹林 它上面都是燈 做得很像氣球的 白色氣球的漂亮的燈 然後整條過去 我覺得這邊超 拍照超級美 這個真的很漂亮 這真的是很厲害 那南伊島現在有一個Winter Wonder 如果說你帶小朋友要來當Elsa 或是Anna 完全是可以來這邊 再演一場冰雪奇緣 你看 你看後面 是雪耶 好驚人喔 上面是可以滑雪的 天哪看到雪真的太興奮了 可是大家來這邊守陸 真的要小心一點 真的很容易隨時要滑倒 有有有 真的雪喔 沒有假的 真的啦 其實看起來像雪耶 不是啊 七谷岩山 所以沒有下雪怎麼會有雪 那應該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吧 真的是冰塊 真的是冰塊啊 這我就會方便多說什麼 在韓國買東西 就很像在玩大富翁的詞潮一樣 一直在畫這種看起來好像很大的數字 可是其實都沒有多少錢的一個字 剛剛其實真的蠻冷的 然後路邊就傳來了豆沙包的味道 OK 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我看講的有點誇張 可是就是看大家人手一個豆沙包 然後那個爐啊打開來 那個蒸氣一直在飄 就覺得好像應該要買一個 而且還蠻便宜的一個 大概才30塊台幣左右 豆沙包 吃吃看來吃吃看來吃吃看 它其實很小 它比我手掌還很小 這是紅豆泥耶 雖然我沒有這麼喜歡吃紅豆 可是它的泥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後不會太甜 就是一個很幸福的 我覺得很溫暖 就是這樣子 要離開這個漂亮的南伊島了 下次見囉 掰掰 see you again 好啦 我們要離開南伊島 回去 我們去下一個景點 行程走到最後面 我們看從南伊島來到這個地方 開車大概開了半個小時 30分鐘 來到了全新的小法國 那這個地方特別在哪裡 因為有非常多偶像劇 包含像來自欣欣的你 還有像Saroni Man 全部都在這邊取景過 這邊就是一個非常異國情調的一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現在這個是 就是有很多個各國語言的牆 可是你知道最漂亮的是哪裡嗎 是現在這個鏡頭的正後面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 是不是超級漂亮的 而且超級像國外 這個景真的很美 那小法國呢 其實它這個腹地是狹長型的 然後它依照的一個山園的旁邊 建造出非常多 就是非常有歐式建築的一個風格的景色 那這整點來講 我覺得晚上來看會更漂亮 如果說你自己要開車來 它的門票是 一個人是1萬韓環 所以大概是300塊台幣 其實就是一個欣賞風景 然後可以來這邊放鬆的一個小地方 就是可以來拍拍照 然後跟情侶們之間 來這邊散散步 散散心 很棒的選擇 我們在無意間發現一個這個 這個好像奪魂劇的那個 I wanna play again 這個 不開始 對啊 這隻鳥好像被吊死一樣 後來我們演藝 這個有點發福的鸚鵡 好 影片到了尾聲 今天大家還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那從早上一直到下午的南移島 我只覺得這個韓國的行程 這次變得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變得非常的悠閒 也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自在啦 那希望你們也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也特別感謝台灣古航跟K-look的贊助 那明天的話聽說我們要去個冰天雪地的地方 我自己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到雪了 希望你們也可以期待一下 那不要忘了影片到最後 先可以訂閱我的Instagram Iss or TBC 然後如果願意的話 頻道趕快按個訂閱吧 最好的話可以開啟小檸檔 感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嗨 大家好 我今天來到韓國所有的第二天 那今天的溫度其實是比昨天低了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來到距離市區兩個小時的路程的冰雪王國 那這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驚訝 而且非常興奮的原因是 我第一次來到滑雪場 我真的超興奮的 那影片開始之前不要忘了 先訂閱我的Instagram Iss or TBC 那影片開始囉 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因为昨天铁道之旅真的太冷了 于是我新增了额照 来对抗今天的气温 那这边的温度也是比一般来的 市区还要再来的低 体感温度啦 真的是超级冷 超级冷的 这次行程真的超级微的 因为我们这次搭配Klook的一日游 然后你可以 我一觉起来之后你发现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你们看身后 哇靠 超级的 是滑雪场 那现在这个冰雪王国是 现在韩国年轻人非常喜欢 也是家庭旅游 非常热门的一个 韩国第一的一个度假村 我只能说我真的非常的兴奋 耶 那我们出发吧 那现在进入冰雪王国之前 我们需要搭乘冰雪王国的高空缆车 就是在后面的地方 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一天的主题 就是冰雪王国 我非常期待 那今天的温度真的非常的冷 来到这边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保暖设备 大家要记得准备好 我只有小时要滑堆车 我只有小时要滑堆车 整个来到这个地方 包含一下这里的行程车票 全部都帮你包到里面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定起来 我们要挑战我们第一个游乐设施 它就是多人的雪橇 而且感觉非常的刺激 因为有一定的高度 我会走 OK OK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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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我刚刚想象中的高度来的低了一点 不过真的是蛮好玩的 稍微一点点刺激 大概刺激程度大概只有一颗星的一个T 我觉得蛮不错的 可以带小朋友来玩玩 玩玩刚刚那也是一群人的雪橇 然后现在要来的是个人的版本 登登 其实蛮累的 我今天由美根来拉一个顿位蛮重的我 甩不起啦 哇 你这有没有感觉到这就是在一个重训的概念 完全 而且是那个拉不起来的重训 哈哈哈哈 这是因为我真的动位太重了 对他来讲有点吃力 我原本以为会很轻松的 因为这里很滑 结果没想到比山东 没有 真的蛮累的 电视里都是演的 哈哈哈哈 哇 上来之后有点可怕 因为它的高度真的是有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有点高 我相信它会有点速度感啦 我来体验看看 不过我终于有点刺激性的东西了 我喜欢 OK我现在真的有一点紧张 而且这一次可能会抱持的 相机有可能会飞出去的一个概念 太害怕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给你扣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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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 我拍 OK OK Go Go FUN WAAA 喔真的非常快 结束了 其实蛮好玩的 而且比想象中快很多 然后 因为刚才有点危险 就是因为我必须要带着 就是摄影机一起来录制这一段 那还 蛮好玩的 真的很推荐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高的这一个 然后 呀 我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叫我们 要把脚抬高 原因是因为它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脚要非常的高 然后如果你不过高的话 你会被一直被撞到旁边的那个 分隔岛 脚会非常痛 所以你一定要把脚抬超高 我跟你讲 玩完游乐设施跟滑完雪 是不是想要吃点热食 它非常可爱的在旁边就有非常多的餐车 可以让你选择 那它这个 它有鱼板跟那个 这个 这个 辣炒年糕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有 热饮 还有泡面可以贩售 我来看一下 哦还有卖新拉面 我天哪 都可以啊 我们点了有辣炒年糕 跟鱼板 就是我们的关东煮 就是甜不辣 而且它的那个关东煮这边 就是这里 有没有看到它也放了很可爱的大葱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日式的料理 可是感觉就是感觉超级美味的 不过这边贩售的部分有一点点的贵 因为它的鱼板 这个好像要 这个好像要一万块 那这个大概要七千块 就是有一点点的价格 不过在这个度假园区 我觉得算是OK的 你刚好有录到 那我们第二个就是 我看来非常兴奋的 就是想要吃有大葱的 关东煮汤 关东煮鱼板汤 我要喂 鱼板汤 好 我喂你吃喔 我怕你会沾到 要小心 沾到头发了 没关系 你觉得好吃吗 好吃 我觉得在冬天啊 真的 在冬天可以吃到这种很热的食物啊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福 吃得很肿 它不是过咸的那种 然后汤头 我觉得还OK 就是清爽 可是又是回甘的那种汤头 不会太浓 嗯 而且加了葱 如果有香菜更好 哈哈 可是应该有人不敢吃香菜 很多人都讨厌吃香菜啊 我蛮喜欢香菜的 这真的蛮棒的 推荐给大家 看一下 你看这是烟 冒成这个样子 那你会吃山葵吗 我都吃 你什么都吃喔 对 我只有鱼我不敢吃 我现在都吃 好难得的现代人 你看起来很挑食欸 竟然是说吃 我一点 我 这么随和的人 怎么会看起来挑食呢 你应该没有我随和 一折的天性出现了 我跟你讲 真是吃东西要小心 真的 真的 在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咖啡厅 可以让你避寒 然后可以买饮料 稍微休息一下 比较不会这么的冷 那如果说小朋友要吃午餐的话 这边楼下也有餐厅 那楼上是咖啡厅 我们现在就是在咖啡厅 然后我点了拿铁跟美式 美式是4000 拿铁是4500 我们休息好了 那我们要出发咯 你觉得这里好玩吗 很好玩 我觉得超值得的 在这里有种童心 就这样 回来的感觉 我可以问一下 这整个行程啊 从包含来回车票 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感谢你 这从来回车票 然后还有 有包含缆车吗 有 包含缆车 然后还有入园票 我觉得整回家想要进来好像八 九百块钱并没有 是不是值得来 我可以讲我要再来第二次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么便宜 我可以帮你女朋友带来 把你爸妈妈妈 然后小朋友全部都带来 玩一整天都不会腻 而且如果是不想玩的 你可以在咖啡厅休息 这次别人让飞票 这一定要去玩两三样以后设施 可以赏雪啊 推荐推荐 这真的是蛮棒的 体验完各种游乐设施之后 我们要来吃午餐了 再来要介绍的就是韩国的传统美食牛腔火锅喔 它上面很像有一些金针菇啊 料好像都在下面 然后吃完之后可以搭配这个乌龙面 丢下去 感觉应该会超够味的 然后旁边的话 有附了一些韩式的传统小菜 单身的帅哥为我们演绎 就是牛腔 感觉很像是鹅仔面线的一个概念 每一桌都有的 每一桌都有的 我们来尝尝牛肚锅 哇很热 很香耶 真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麻辣火锅 那这个肯定也是你喜欢的东西 没办法跌到焦 我现在来尝试看一下这个 是用白豆腐 然后还有白菜跟辣猪 放下去 辣辣的 原本要很辣 它的白豆腐其实已经缓充了它的辣体 吃完了韩国美食之后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行程 就是汉珍木 那里面的话 它有就是户外的空间 跟室内的游乐设施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做汉珍木 因为其实我今天有戴就是泳裤 可是我觉得去玩的话 有点恨 好啦 我们出发吧 站起来对不对 我们由Hank来教学我们入会车的村民羊头 但是这个可能 就 因为我手没有那么巧 对对对 中间就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洞 那就可以站起来 让我们站起来 那这个花就是在一个非常高昂的地方 然后让你的图子拍出来 然后 我现在会图子大家同时 然后后面其实还会更古老的 然后他现在有图子 有图子 我们刚才泡的是69 我们现在要挑战残宏古墨汉城 108度 这边 108度 不行啊 想想想 等一下 我还没做好新准备 我一直有感受到热气 太热了 里面有非常浓的木材味 你看温度真的是手机 非常的高 我觉得大家之后自己来TM就可以了 好手机保留 我们先 先扛掉 温度是怎么讲 就是 它温度已经高到 就是你随便一个移动 都觉得你浑身好像被燃烧一样 应该我觉得通话大概三到四分钟 其实就可以 因为 那汗已经循环都出来了 可以来体验看看 108度 现在我要进入的是-5度的 -4.9度 蛮好啊 诶这其实搞不好韩国户外 都跟这个差不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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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真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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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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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熱的時候喝這個真的很爽 它有點像薏仁水還是綠豆湯的那種概念 好喝 好難喔 怎麼有辦法啊 超熱的 結束了剛剛的漢真木跟各式的水上設施的體驗 其實裡面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我沒有辦法用相機或手機拍的 它就是有一個露天的裸體泡湯區 然後還有戶外溫泉 我覺得戶外溫泉非常值得推薦 是你完全不會覺得冷 因為你泡在大概四十幾度的溫泉裡面 你會讓整個身體變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上半身再搭配冷冷的空氣 其實蠻棒的 比較抱歉的是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帶相機進去拍 我就只能用我的手機 就是簡單的帶到幾個地方 那剩下就留給你們來到那個Ocean 這個是Ocean Ward 這邊來感受一下 從冰雪王國開了快兩個多小時的車 終於來到了首爾 那今天我們現在在宏大 然後今天要來吃晚餐 然後也是要吃韓國烤肉 就在我身後的這一架 喔對不起 真的太冷了 我們趕快進去吃吃看吧 它外面就有非常多 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我跟你講以肉食主義的人來講 這真的是一定要來好好品嘗一下 可以來吃了 然後這個肉感覺 比日本的那個 六哥鮮 感覺厲害多了 醃製過 所以感覺每個都超級夠味 好 我們再歡迎今天的大廚 嗨 然後是韓國最近 我記得要吃什麼 但我都覺得要吃什麼 跟妳一樣甜 看得到嗎 看不到 好 沒關係 對不到價格沒差了 我們現在吃 好 來 這是聽說最近很流行的 就是天天的酒 有點太爽了 所以你可以就是 肉食主義的人 絕對可以來吃這一間 就是咬得到 很厚很厚的麵 然後 那個攪出來的感覺 說爽沒有變 然後它的醬汁根本 其實也不需要這個醬 因為它的肉其實都已經非常適合 吸收非常多的那個鹹味在裡面 醬汁 所以整個吃起來非常的juicy 完全是不甘不柴 你看 你看看 那是時候還需要來一碗白飯 你可以看到下面是真的用炭火下去烤的 所以烤出來的肉啊 都會有一些炭香味在 補助一下美根吃肉的一個 然後還有Hank吃肉的一個 欸為什麼你的頭都要抬這麼高啊 很緊張 因為這次虎航只有買20公斤的行李 你沒有看錯吃完飯直奔機場搭飛機 見真章的時候啦 因為我覺得我心印象超重 完美 過關過關 19公斤 太好了太好了 恭喜你 恭喜恭喜 不用被罰錢了 好 好 終於花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所以我們來到了首爾機場 那這一次我 我覺得蠻感觸蠻深的 就是這一個國家 就是永遠 在之前 永遠的旅行 全都不會拍進我Top3裡面 因為永遠都是 香港 然後日本 泰國 第一次來到這個國家 我覺得讓我感觸非常深的 就是 原來這邊也有這麼多漂亮的風景 其實很可惜的是 這一次時間 蠻短的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體驗到 更多更多 美麗的韓國 的風景的地方 那 我相信很快會再度來到這個 這個地方的 那最後最後還是很感謝 台灣虎航的 邀約 還有Klook的贊助 謝謝你們 那 一遍到最後 不要忘了先訂閱我的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下個國家見囉 掰掰 最後最後最後 不要忘了 還要訂閱美根的頻道 有更多的美妝 更多的旅遊 更多的生活小資訊 都可以在她的頻道看到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再見囉 掰掰 台灣見 現在我很想睡覺 好 我們歡迎HANK 哈囉 大家好 你知道後面 我們這個南山塔 它的顏色是依照什麼來改變的嗎 依照那個空氣品質 出乎意料吧 是因為空氣品質來換顏色 所以今天空氣品質還不錯 它有藍色 綠色 紅色跟黃色 藍色是最好的 綠色是第二號 就是普通的部分 OK啦 你長自私了嗎